美国枪支暴力问题越来越严重 密西根州一处儿童公园细水区 15号惨遭枪手扫射28枪 造成9个人受伤 其中包含多名儿童 密西根州奥克兰郡一座儿童公园 惊传随机枪击案 当地时间15号傍晚 一名42岁的男子朝细水区连开28枪后逃逸 警方很快包围枪手住处 却发现枪手已经死亡 进一步搜查又发现更多枪支 这几枪击已经造成9人受伤 其中包含多名儿童 也让这个人口7万多的小城 成为美国枪支暴力最新的受害者 枪击案越来越泛滥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却在14号 以6比3的表决结果 撤销签证同川普时期发布的撞火枪托禁令 理由是装了撞火枪托的枪支 不等同于机关枪 2017年赌城音乐会的撞火枪托枪击案 枪手11分钟内发射上千颗子弹 造成5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是美国近代死伤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 大法官裁决让死者家属错愕又愤怒 民主党也重炮批评 不过川普和全国步枪协会表态支持 美国从上到下对枪支态度两极 枪击问题恐怕也难有解放 邱凯文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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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